文、摄影林宇泽,除了常见的水力、风力、太阳能之外,能源植物也是另一个可再生能源选项。 用植物榨取能源并不是新鲜事,烧柴可是最早取得能源的方法,而且世界最早的柴油引擎吃的不是石化柴油而是花生油。 从植物萃取的能源分为生制柴油和生制酒精,植物生长过程将二氧化碳固定在体内,当作为能源燃烧时,将二氧化碳排入空气中,这样的循环并没有增加额外的二氧化碳。 你知道哪些作物这么棒? 象草的适应力强,生长快速,是重要的饲料作物,一年可收获四至六次,亦是主要的能源作物之一。 除此之外,象草在非洲肯亚被用于玉米鸣的生物防治,象草会释出吸引鸣虫的物质,让玉米鸣在象草中产卵, 而象草会产生粘液是虫卵死亡,大幅减少玉米的虫害,虽然其容易成为入侵种,仍然狭不掩瑜,甘蔗是世界第二大能源作物,仅次于玉米,生产的酒精可作为燃料。 1980年代便有了纯酒精动力汽车,推行酒精燃料最成功的国家非巴西莫属。 2013年巴西国内可使用添加生质酒精的小型车占了六成,堪称生质能源模范生。 椰子用途广泛,可建造房屋,当水果,提炼椰子油,在许多国家以椰子榨取的生质柴油早已经驾到汽车油箱里了,生质柴油能减少碳排放,且能减少对引擎的维护。 象草是重要的牧草,亦可用于生物防治及生质能源。 脸羽则舍舍,甘蔗是第二大生质能源作物。 脸羽则舍,椰子在许多国家已经是生质柴油原料。 脸羽则舍